如果你要去选择住在法国或者在中国或者在卡迈洛 你会选择哪个地方 其实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地方 如果我最喜欢的地方 那肯定是卡迈洛 因为是我的老家 卡迈洛 不是 卡迈洛 嗨大家好 我是小妈妈 欢迎来到这里 其实我很久没有拍到一个全书中文的视频 但是前两天有一个小猫咪粉丝跟我说了 小妈猫 我很期待下周你给我们拍一个讲中文的视频 所以我今天做好决定了 我把所有你们经常会问的问题整理好了 为了给大家最正确的最正常的答案 预备开始 哦对了 如果你想跟我天天开心 或者想说这世界最美好的地方 一定要关注我 一定要关注我 这样我一发视频就会收到通知了 Let's go 小猫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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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在Instagram解释过了 第一个理由就是很好听 而且很可爱 就像我这么可爱 可爱对不对 其实我一提那个名字 我早就知道了很多人自相矛盾 所以我就知道他们会很烦 他会经常问 你是一个黑人你为什么要给自己一个中文名字 最后的理由是 我明明知道提这个名字会上很多人的气 所以我希望你们会越来越上我的气 这样我才会开心 只是为了让你们烦死了 你们别误会我 我是一个特别热情特别可爱 特别温暖的一个女孩子 虽然我的嘴很阴 我的心特别软 而且我是内动人 我一旦有一个认准的目标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所以我不会放弃我那个名字 不管你们烦不烦 我还是不会放弃 把我的优点说好了 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缺点就是 我对别人没有耐心 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还是挺骄傲的 还有什么呢 其实我身上没有什么宣传 所以我太perfect了 我实在太perfect了 等一下等一下 做一个slow motion 那如果你要是吃我的醋 你可以在下面留个言告诉我 你到底不喜欢我哪个部分 因为我太perfect了 实在太perfect了 其实在古埃及的时候 猫咪当时是一个特别特别最重要的一个动物 叫什么来着尊重的 崇拜的 而且你看一个小猫咪 然后有一个金子 金子上面是一个狮子 狮子对我来说表示那种怎么说呢 伟大的一个动物 一个mindset 所以我才会选择猫咪 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 其实对我来说特别适合我 所以第二个问题 一般是关于我学习的过程 我现在就在 土耳泽玫瑰这场 La Villa Rose 然后我学习的过程 特别的复杂 首先我对世界文化有兴趣 其实我对每个人都会有兴趣 然后我发现了很多人 其实对中国有很多偏见 当时我就觉得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如果很多人这么讨厌中国 我特地要去中国看看 中国是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 或者一个特别不讲道理的地方 所以我毕业高中还是中学 反正是法国的高考 我通过高考之后去上大学 我就一开始选择学习 LEA LEA Langue Etrangère Appliquée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自律的女人 我就选择放弃LEA 去读那个LLCE本科上 LLCE一种法语 是Langue Literature Civilization Etrangère 在那个专业里面 第三年她有一个实习 就是她因为跟那个什么 孔子学院当时有一个合作 就得到了那个机会得到奖学金 去学习中文 后来我一到中国就发现了 其实中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所以我一共在中国待了两年 那我一回法 我就上了一个国贸学校 我毕业那个国贸学校之后呢 包括说英语啊 法语啊 西班牙语啊 中文啊 等等等等 去找工作 在Toulouse找工作 后来没找到了 但是我明明知道 如果我要是放弃 或者我要是离开Toulouse 去比如说巴黎 我肯定会找工作 但是我不太喜欢巴黎那个城市 我还是忍不住离开这个地方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一般是关于我的那个 Origina 因为你们知道很多人特别在意 那个肤色啊 那个国际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收到了一个说 在卡麦隆里面 你属于那个少数民族啊 其实中国跟很多非洲国家 一样有少数民族啊 叫minority minority 我奶奶的少数民族是北七 但是北七当中有很多语言 就是有七种语言 第一个语言是叫做什么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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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ill Buru Leton Leondo Lefang Lemanguisa 但是我奶奶的语言 母语就是 Ewondo Bubbetti Bubbunfuan Vormous Bubbetti Bubbunf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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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少数民族 我脑子要爆炸了 我说这么做语 我要疯了 下一个问题一般是关于爱情故事 大家想知道小妈妈有没有一个男朋友 小妈妈有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但是有男朋友了 如果你想知道我男朋友是谁 在我youtube频道以前好像几个月前有一个视频 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四个视频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谁是我的男朋友 其实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解释 我们不是那种亲米竹马的什么从小认识的 我们是在杜鲁兹认识的 我们十年前是十年前认识的 我忘了谁是先主动了 反正我不想说了 我太尴尬了 一般是关于抽烟吸毒什么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抽烟 我不想抽烟 我对抽烟的人没有兴趣 你有没有吸毒啊 我没有吸毒啊 我不想吸毒 而且我没有这个打算 下一个就是有没有那个什么 婉身 婉身的话 是有的 其实有个故事 太丢脸了 晚上是在我这个手 我只能说的是我在泰国做的 I will give you a thousand dollars If you say it right now a thousand dollars 不说了不说了 不重要 下一个 有一个叫 Kristi Lohan 08问我 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中文 而没有选择日语啊 或者俄语啊 或者意大利语啊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稍微简单的来说一下啊 第一个理由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旁边的人的那个什么 语言环境特别丰富 我记得我在 我在那个什么幼儿园 幼儿园还是什么 反正我小的时候 学校里面都会让我们学法语和英语 然后我一回家都会碰到我奶奶 我奶奶他就 我记得他不太喜欢说法语吧 他就会经常说我那个 然后呢 跟中文有一个 我们说呢 声调 我就从小就开始分得清楚 每个字的 的一个区别 我想吃饭 我想吃饭 或者用用 说 我太夸张了吧 反正意思是完全不一样 太奇怪了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反正是不太准确的 学中文的第三个理由就是 你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在非洲国家吧 这个理由就不用讲了吧 大家就知道了吧 对吧 小妈妈你怎么保持那个水平 因为我看到了你在法国 你待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去中国了 你是怎么继续努力下去 或者继续保持那个水平 我说了我在中国待了两年 其实在一个国家待了两年也不多 我旁边的人一般是三四五九二十年 而且你想一想呗 我在中国待两年不表示什么水平吧 我知道的是什么 我知道的是 我一般会看戏剧 比如说我最近看的是 原来你是这样的孤先生 其实虽然我说话比较长远 但是有一些口语里面的特别难得的习惯 但是除了电视剧 我偶尔会看那个动画片 因为动画片是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才会看那个什么大豆儿的小豆爸爸 或者什么还有很多很多 就是我忘了我忘了名字 反正不重要 新闻或者播客 听音乐等等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我一般有朋友 我在法国有好像两个或者三个 或者四个朋友都是中国人 但是你们知道现在一进行 广播让我们见面 所以就没办法了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Chinese, Mandarin,普通话 那下个问题一般是 关于学中文的方法 哪个是最快最简单的 最有效的方法 你要是去中国 肯定会学的更快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有很多人 很多外国人在中国 他们的水平还是什么说 马马虎虎吧 你不只是要去中国 你必须跟中国人 相处 OK 第二个方式就是 你应该给自己一个目标 每天让你学习100个字 那是如果你觉得100太多了吧 你就20或者30或者50 200 但是你每天得 从星期到星期天 学习200个字 好吗 你要找一个朋友 一个partner 英语叫language partner 你可以在 italki这个website 找一个language partner 找一个男朋友 或者找一个女朋友 这当公司 可是都来吞弄的 下一个问题是 关于HSK level 汉语学评考试 一开始是从一级到六级 现在是从一级到九级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清不楚的情况 我不好说 反正我说了也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 或者改变他们的规则 或者原则 所以就是我特别了解你们的难处 但是我毕业了 而且我没有要求去考HSK 汉语学评考试 他是那种演一会儿送一会儿演一会儿送一会儿 所以我只能说大家加油 别放弃 继续努力 恭喜发财 开玩笑的 没有恭喜发财 我一般会说是因为灵感而已 但是事实上是因为 中国不只是一个 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其实我一到中国就发现了 他们的价值观和我受到的影响是相同的 下一个问题一般是关于 那个种族歧视 那个Asian hate 作为一个法国黑人 我在这边也会经常会碰到 或者经常会经历种族歧视 所以不管是黑还是亚洲人 我就接受不了 因为在最后我们都是人类吧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了 他的情绪特别的沮丧 而且我认为主要媒体应该是怎么去解决 那个病毒怎么去保持大家的健康 而不是说到底是谁的错 然后因为我最近没有机会去市中心采访 在法国生活的上班的学习的中国人 我就不知道他们自己怎么看美国的情况 但是为了补充一下这个问题 我就感觉啊 给别人签一个标签 因为国籍啊 因为肤色啊 因为什么卵外背景啊 或者因为心情爱好 把那些东西为了认禁一个人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特别危险 没危险 因为其实不管你在哪里长大了 你喜欢什么东西啊 或者你的肤色是巧克力色 或者牛奶色啊 我觉得大家就是大懂小异的 就像你们已经了解我 会继续尽我所能的 做同样的事情吧 下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朋友问的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漂亮 怎么说呢 亲爱的 其实不是所有事情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目了然 如果你要是在我旁边睡觉 然后跟我一起一起床 会改变你的想法 因为我一定会发现我脸色太差了 OK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学行语的进步 就是这么简单了 我什么时候能回中国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据我所知 中国现在除了特殊情况 他不给外国人签证了 下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小妈妈你有没有梦想 其实我有很多梦想 而且我就觉得我那些梦想是一言难尽 我总而言之缺钱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 我有一个TP account 你可以去那边发一个红包 就是去年的红包里面一般会放钱的 没钱 真的没钱了 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是一个特别清楚 一个特别明显的目标就是把我小妈妈的粉丝 Family 稍微20万个粉丝 红包 我都要 拉钩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我非常欢迎你们在下面留个眼 记得求这若渴 还有我想告诉你们 你们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一定要点赞 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 点赞是免费的 关注是免费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的工作 那么我们下周见 注意安全 回头见 拜拜 我们下周见 bisous 感谢观看